大家好,这一节课我们来说说如何预定日本的住宿 以及出发前需要准备什么物品 首先呢,我们需要有大概的行程 知道在哪些城市停留几天 然后在选择住宿的时候 一般要考虑交通是否便利 房间是否舒适 以及价格高低几个方面 日本的住宿设施多样 既可以选择铺有日本特色的榻榻米式旅馆 也可以选择设施晚上的稀释酒店 或者经济实惠的青年旅馆 或者别具风格的民宿 那么,在哪里可以预定日本的住宿呢? 我们可以在Booking,Agoda,Airbnb,非洲,携程,马荒窝等 我们比较熟悉的国内旅游类网站或APP上预定 同一家酒店在不同的商家上的房型和价格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日文网站如何预定住宿呢? 这里,我们以日本最大、最受欢迎的 订房网站之一的加浪订房网站为例 向大家展示会员注册和预定住宿的步骤 因为加浪订房网站上的许多优惠房源 只限会员使用 而且会员订房还有积分底扣优惠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会员注册的操作方法 请打开加浪首页 点击页面上方的会员注册 在这里输入邮箱地址 点击这个按钮 表示同意向该邮箱地址发送邮件 此时邮箱将收到一个验证码 我们打开邮箱 点击新邮件 将收到的验证码输入刚才的页面 再点击下一步 将进入会员信息填写的页面 其中有红色必须标记的地方是必填项目 点击新邮件 这些信息填写完成后 点击最下方的按钮 将出现信息确认的页面 确认信息无误后 可以点击下一步 如果信息有误 请点击返回 重新填写信息即可 好,点击下一步 页面会显示会员注册已完成 接下来说一说预定住宿的流程 先打开加浪首页 点击会员登录 在这里输入邮箱地址和密码 再点击会员登录 输入生日和姓名 填写完成后 点击下一步 即返回首页 首页上提供了几种住宿查询的方法 可以根据地图进行查询 也可以直接输入酒店名称或关键字进行查询 还可以根据住宿的地区 日期 人数等进行查询 例如 我们在地区一栏选择 北海道的 闸谎 日期选择2020年3月1日 一个网上 一个房间 两名大人 点击检索后 网页将列出这个区域内 符合搜索条件的住宿设施和住宿计划 以显示在最前面的这家酒店为例 这是酒店的名称 酒店的交通 以下是酒店住宿计划 这是房间的类型 和提示是否包含早餐 可获得的几分 一个大人的价格 两个大人的价格 这里的价格都是不含税的价格哦 好 我们点击酒店的名称 可以得到更详细的信息 一般都设有基本信息 住宿费 住宿计划 图片 酒店交通 通知 博客 周边旅游 酒店评论 这几项内容 要预定住宿的话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的 住宿费 住宿计划 再点击其中的一项住宿计划 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比较关心的一些住宿信息了 包括预定入住的日期 是否含早餐 房间类型 禁烟等房间 入住的时间 退房的时间 以及价格 最终的含税价格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是取消预定时的违约金规定 例如 这里显示的是 在预定入住的当天取消预定 需要支付80%的房费 无故未入住的话 需要支付100%的房费 每个酒店 每个住宿计划的规定各不相同 但都会清楚的标明 要注意的是 有些优惠的住宿 一旦预定成功 不论何时取消预定 都需要支付100%的房费 所以一定要看清楚规定哦 假如我们对这个住宿设施比较满意 想要预定的话 可以点击进入预定 就进入了订房信息填写的步骤 同样的 带必须标记的项目 是必须填写的项目 包括预计入住的时间 房间数量 人数 联系人的姓名 联系人姓名的片甲名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号码 这些信息填写完成后 点击下一步 这是信息确认的页面 确认信息五物后 点击同意预定 这样 住宿预定就完成了 同时 注册的邮箱会收到一份预约资料信 我们可以把它打印出来作为凭证 如果需要变更或取消预定 请点击加烂首页 右上角的变更取消按钮 假如我们想取消预定 会员请点击这个按钮 继续点击取消按钮 确认信息五物后 点击取消按钮 这样取消预定就完成了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不能如期入住 请务必提前取消预定 否则不仅要承担住宿的费用 加烂订房网还会取消其账户预约的资格 下面 对日文网站上预定住宿时出现的常用词汇 我们进行一下梳理 朝飲み 含早餐 食事なし 不含早餐 インターネット OK 可上网 露天風呂好き 有露天温泉 喫煙ルーム 可吸烟的房间 禁煙ルーム 禁煙的房间 税抜き 不含税 税込 含税 キャンセル 取消 ヘアタイプ 房间类型 シングル 单人房 セミダブル 小型双人房 ダブル 双人大床房 死影 双人房 トリプル 双人房 セット 套房 好了 临近出发 我们来一起整理一下行李吧 首先 我们得准备一定的日元现金 日元的单位是 IN 用这个符号表示 日元的硬币有1日元 5日元 10日元 50日元 100日元 500日元 6种 日元的纸币有 1000日元 2000日元 5000日元 和1万日元 4种 去日本之前 可以带上身份证 去中国银行柜台 对话日元 如果在日本对话或支取日元 一般都要收取手续费 所以还是在国内兑换比较好 另外 在日本使用现金消费 被找零时 几乎都会收到硬币 所以 请准备好一个零钱包哦 第二 准备好资料 证件类的物品 如 机票 护照 签证 身份证 银行卡 都请携带好 护照 旅行日程表 酒店订单之类的资料 可以复印一至两份分开存放 以备不时之需 缩起银行卡 日本很多略大的商店 都可以刷银联卡 直接用人民币结算 不用转换成美金 可以省下一笔手续费 也方便自己算账 大一点的商场 甚至用银联卡 可以享受5%的优惠 节省的费用还是挺可观的 第三 准备好电子产品 及网络设备 如手机 相机 笔记本电脑 及相关配件等等 日本插座 是双平角插座 圆柱形插头 和三平角插头 在日本是无法使用的 有需要的话 建议带个转换插头 在手机里提前下载一些功能使用的APP 例如这些APP 此外 要想旅游中玩得开心 去日本旅游前 一定要解决好网络问题 日本旅行有三种上网的方法 一是开通境外流量包 二是购买日本上网卡 三是租用移动WiFi 可以在一些购物网站上购买租赁 也可以在飞猪、携程等APP上购买租赁 三种方法各有特点 开通境外流量包 无需换卡 既定既用 但是费用较高 日本上网卡 体积小 用网机扔 适合个人或多人分散的情况 但不能再插国内手机卡 移动WiFi机信号好 可供多人使用 平均费用低 但是有些重 要充电 还要规防机器和退还押金 第四 我们还需要准备以下 这些衣物和日常物品 建议出发前 大家查好天气状况 准备的服装和化妆品等 要尽量清紧 以免回国的时候行李操纵哦 由于日本的垃圾分类十分严格 在街头也不一定能见到垃圾桶 所以自备一些小垃圾袋 还是很好用的 最后旅行在外 周车劳碌 建议大家带上一点点感冒药 肠胃药等 有备无患 好了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希望大家都能设立定好实惠 又形成完美的住宿 准备好出国的行李 有一个操办的日本之旅 我可不看令到街头 有人肯定的做法 能来抢一些黄髓状 要留下一个小垂圾